3战队争霸赛 手机端本来是同步看两个队伍 那么现在的话场内只剩下最后决赛了 那么手机的话 咱们就看一看这个渔村 同样一条线路上的渔村的这个PK 渔村现在组织了一个4v4的PK 这是一个散轮的PK 这是散轮PK 都是这个玩家自由组织的散轮 IOS要很久吗 IOS估计还要各把月吧 我估计IOS至少还得一个月 其实我们这个公布的时候的话 是有说明的 就是现在的话因为是测试版 然后呢测试版还会加很多新功能 现在的这个功能还不完整 然后的话是打算等功能 添加的差不多了稳定了 然后再开放这个IOS版 具体的话可以到咱们17FO的这个论坛 相关的这个研发预计专区啊 呃那个那个区去看一下 上面有一个手机版的专题的这个 呃开发帖 安卓手机其实 但是价钱也便宜啊这个1000块钱 或者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安卓手机 然后专门拿来玩游戏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IOS的话拿来玩游戏的话 像玩石器这样的游戏的话 我感觉还是比较烧机器的啊 CGN的话这个嗯 实际是长时间挂在上面 那然后你这个IOS的话 这个玩起来 费电呢 像那个花个几百块钱 买一个安卓手机就可以玩了 像我这个拿来演示的这个手机的话 是小米手机 差不多去年还是前年时候买的 去应该是去年啊 去年时候买的 去年那时候买的时候好像是1000多一点 价钱也不贵就1000多 那么这个 玩这个石器的话就已经很顺畅了 没有什么盾卡的情况 速度也很快 好 好 这款上方的话 现在已经开始 商城的话有卖极品了吗 有啊 有卖极品啊 极品人的话62块钱 价钱比较便宜啊 这个福字实话是60倍经验的 它的这个宗旨的话 就是要这个最快速度 让大家这个呃 完成升级这个过程 因为17世代的这个升级过程 呃 原版是比较漫长的 极品人价钱 其实对于62块钱 对于大家现在的 大家来说都便宜啊 极品人是62块钱 会员是40块钱 那么这个 反正这个石器 它会出手机版 那么下个礼拜是出 先公开这个安卓版 那么安卓版稳定之后 公开iOS版 那么反正是互通的 可以先这个在电脑上玩 然后这个石器服呢 它是有辅助软件的 玩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手机的话 它的定位是这个呃 PK做任务啊 然后的话这个拿到 正好在外面玩的时候 空下来的时候 在外面玩的时候 偶尔捏捏损啊 啥的 嗯 主要玩的时候的话 可以在电脑上面挂机 然后手机上面玩PK之类的 功能方面的话 现在的话 7月份 根据这个GM公开的帖子 7月份会加入自动战斗 和这个手机版的 这个聊天功能的改进 那么后面还会对手机版的 这个分辨率啊 操作 以及这个UI重新设计 这些的话 这个都要一步一步进行 下个礼拜二的话 会公开手机版的 这个安卓手机版的 这个下载 咱们继续来看这个比赛啊 比赛的话 现在已经进行了 这个第14个回合了 双方的这个套装 套装装备的 这个人物套装装备的 这个自动回血效果 已经递减完毕啊 接下来的话 蓝物是不会再自动回血了 那么现在的话 接下来也就是意味着 这个打起来 会比之前要凶惨一点 这个服务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呢 就是这个丛屋的平衡性啊 可以说是做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程度啊 如果从我刚刚开始开始开创造的时候到现在为止还都在看的话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每一位选手每一个战队啊 他所用的这个宠物都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说这个做到了这个宠物的百花齐放啊 同时的话 咱们在手机版这个左下角看到这个鱼村的这个赛能CVCPK啊 这个PK当中啊 大家用的宠物也都是百花齐放啊 各种都有啊 还有这个1.8的宠物也有啊 紫瓶兽啊 也有啊 青龙啊 还有这个朱雀啊之类的啊 也有这个新丛也有旧丛物 喜欢看直播的兄弟们记得右上右上角的话 这个订阅点一点 咱们的话这个下个礼拜五晚上九点钟还会继续直播啊 最近的话每个礼拜五都会有一场这个 小组赛的这个直播 从目前对这两个选手来说的话 最大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如何找到对方的突破口 而下方选手的话 中间一度是采用了这个飞宠的战术 暗影击暴 暴子的暴 不 这个叫做暗影这个火爆 哈哈 这宠物新宠物 这个我对他的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啊 看了一下资料 暗影火爆 在我用了 直接遭这个.? 这个世界遭这个福大化 他增加了一系列的这个新的主线任务啊 在你完成六转之后 现在已经开放了五个新的主线任务 这个奇怪的轻暴龙 迪克的反击 以及一系列的这个新主线任务 在这个攻略里面能看得到 相关的这个这些主线任务的奖励还是不错的 有七宠 有赞存 这个暗影火爆啊 就是其中一个分线任务的这个奖励 抖弹攻击 这个火爆我感觉战斗的时候 这个声音和这个 他的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酷炫的 哇塞直接激火 三重全部激毁了这个 这只水豹 但是好像激火的效果并不佳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属性没有吃到 下方队友现在牢牢的把控着 站成这个属性优势 我看到这个手机版里面居然也有一只火爆啊 咱们大屏幕这边的这两个新主现在打的都是比较谨慎的 毕竟的话这个谁赢了就拿2588人民币啊 那绝对是这个输赢啊 平常输赢那真无所谓啊 输就输 大不了重来啊 但是现在这个输赢还是真有点所谓的 那 2588不算多 但是的话他每个季度都有这种比赛啊 你这个这个季度拿了 下个季度拿 再下个季度继续拿 那你这个一年下来啊 那也有这个呃 那也有这个呃 呃万万把快的啊 哇塞这是这是啥 这是狂暴乱走吗 这是 哇 38386 这一步要崩盘 上方大头选手好像要崩了 这个俩宠物 一宠物被飞 一宠物被杀 后面如果如果处理的好 还没问题 还能稳得住啊 处理的不好的话 很可能这个就陷入这个绝境 大头选手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他拿不回这个战场的属性优势啊 这个优势拿不回来的话始终出于一个非常大的被动情况 哦哇是这种漂亮 正是我看到现在为止最漂亮的成分啊 复活一个换一个 那么这波评完之后 上方的话是一位人物的话 一个人物这个石化 上方的战队 这把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非常果断 进行了这个幻虫和这个复活 也可以说下方队伍 没有把握好这些机会 居然让你这么文文托托的 把三虫又给他放齐了 下方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